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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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重心 事在必行 學校空間 我說了算 事兮黑箱成習慣 學生不是融事兮 研究生 加油 研究生 加油 公道上對於空間 研究室未來的規劃 完全沒有交代 更誇張的是 當我們跟所長 院長 詢問的時候 所院均毫不知情 就在這樣無助的情況下 我們研究生開始自救 我們開始向校方尋求解答 最後我們得到驚人的消息是 以後我們各所的研究生 不再具有獨立的研究室 這麼重大的決定 校方既然完全沒有征詢 任何一位研究生的意見 一指命令 就把研究生研究室收回 這樣完全不符合校園民主的程序 為了自救 我們四個院的研究生開始進行連署 最後我們收集到了六百多位研究生的 具名連署 表達我們的反對意見 我們的連署訴求總結下有三點 第一個就是規劃要協商 第二個是空間要獨立 第三個是資訊要公開 這三點的意思就是 要求學校和研究生進行協商 資訊要透明公開 在協商期間暫緩施工 同時表達研究生希望保留 獨立研究室的意見 但學校對我們的連署不予理會 甚至說連署的學生只是少數意見 我們四處澄清 四處碰壁 因為從學生到系辦人員 甚至是系所的所長 在總務處發聲明之前 通通不知道 為什麼會不知道 就是因為這次的改建計劃 只有四星高層開了內部會議後 就決定了 研究室的改建計劃 應該要讓學生參與 他會知道學生的需求是什麼 當我們向總務長告訴他 我們有討論作業的需求時 總務長告訴我們 改建作業 只要去Seven討論就好 大家注意 總務長真的叫我們 去Seven討論作業就好了 那我們研究生向校方提問 為什麼事前沒有邀請學生 代表參與討論 學校告訴我們 這件事全權有空間規劃委員會決定 學生只能提供意見 不能強迫學校接受 但問題是根據大學法第15條規定 學校內的各種委員會 都必須要經由校務會議後才能成立 而委員會的決議 也要經由校務會議才能夠實行 重點來了 根據四星大學組織規章 校務會議必須要有學生代表出席 而且學生的人數不能少於 總出席會議人數的十分之一 也就是說 學校從頭到尾 在研究室改建的規劃會議中 從來沒有學生參與 想請問這不是黑箱 什麼才是黑箱 我們甚至不知道 學校要把我們的研究室拆掉之後 除了教室要改成什麼東西 學校所有給我們的資訊 只有將來會幹六個教訓研究中心 研究中心要拿來做什麼 對學生有什麼幫助 校方通通不讓學生知道 學校這個宣稱對我們非常好 非常精美的 K書中心長成什麼樣子 那首先是這張圖 這張圖是學校在說明會的時候 給我們看的空間設計圖 那你們可以看到 它上面有標各種的尺寸 各種的距離 那我們建築系背景的同學 依照他的這個圖 原封不動的做出 這邊的兩張圖 大家可以仔細的看 那學校一直不斷地宣稱說 我們有討論的需求 這個研究室裡有沙發 有討論桌 那我們可以來看看說 這個討論桌跟沙發 具體化成圖案它長成什麼樣子 大家可以看 這個討論桌完全是 塞在一個玄關的區域 完全是阻礙動線的一個地方 而且它非常的小 這個人如果坐上去這個地方 完全沒辦法走動 然後至於沙發的部分 它幾乎就是一個個人的沙發 然後大家必須坐得非常的緊 也是組在玄關 然後我們認為這個是 非常的敷衍的做法 講得非常的好聽 說是給我們沙發 給我們討論空間 但其實只是給我們 把我們塞的滿滿滿 把所有的都塞在裡面 然後根據我們同學 依照人的實際的比例 把人放到這個圖片裡面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所有的學生擠得跟沙丁語一樣 我們想說到底 學校是把大學錯當做補習班 好像我們現在還在考大學 還在補習班的K書中心 需要做得這麼的密 這麼的擠 那所以我希望各位社會大眾 或是各位同學能夠理解 為什麼我們從前面 剛剛性別所同學講的 那樣子的研究是 轉換成這樣子的K書中心 會有多麼憤怒 那另外最關鍵的一點 是我們原本各系所 有24間獨立的研究室 未來我們只會有 10間這種K書中心 竹竹砍了一半 所以等於說 那學校不斷地講說 他其實這是夠用的 但事實上 只是把原本二三十個人使用的 研究空間 塞滿椅子 變成七八十個人使用 我們認為這是學校不斷在欺騙各位同學 說服各位同學說 這個政策是好的的騙數 這是性別研究所的長桌子 那這不僅僅是長桌子 對性別所的同學來說 其實這是一個討論的空間 這是我們資訊交換 論文催生的一個空間 可是現在下方 可是現在下方要把這個空間收回去 大家看到 右側邊其實有放我們很多文獻 左側邊是我們做社會運動的時候 留下來的工具 那都是老師 學長且留下來的東西 但是隨著現在 消防要取消研究室 這些都會不見 我們研究神的價值到底在哪裡 其實我真的已經不清楚了 那我也很明白 學校更新 他說工程更新是為了大家好 然後大家可以更舒服自在使用 可是最大的問題是 誰才是使用這個空間的人 是研究神 是誰 研究神 可是我們的意見在哪裡 沒有 他有理我們嗎 沒有 這幾個星期我們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但是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們邀請記者過來就說 我們希望這個資訊可以流透 我們不希望就是消防一指令下 就把研究室 就這樣 摧毀 校方現在宣稱 要以所謂的空間公共化 解放空間等等 很好聽的明目 來把學生過去可以獨立自主的研究室 變成像是一個CASU中心 這樣的一種發展方向 很顯然是把學校裡面沒有話語權的人 冠上現在學校裡面有統治權的話語權 來自已的變革 如果這套方案這麼好 我們要先接一個問 為什麼校長自己不先用 我們去過校長的這個校長室喔 大家如果有經過未來的機會 外面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會客室 平常都閒置著 我們要不要請總務長 教務長 山長 都一地過去辦公 一人隔一隔 這樣子互動最快樂 溝通最方便 隨時可以聽學生的聲音 如果他們覺得這套方案有問題 為什麼要用在我們研究生身上 很顯然空間就是權利 掌握權力的人自意決定別人的空間 我們一直在思考著 台灣整體的教育 是會培養出一個什麼樣的大人 而學生大學近幾年來 不管是從破報力報的停刊 通識課的刪減 蛇活獎學金的縮減 或者是校內公讀生減班 以及學費的調漲 聖發所停招 再到這一次的收回學生研究室一案 每一個決定都引起了學生強烈的反彈 而且都沒有經過事前的溝通 足足的黑箱作業 也都沒有足夠的公開資訊 來提供檢視以及討論 而在學生的反彈跟陳情之後呢 學校這方面呢也一致的忽略 學生的意見不予回應 我想要問 世新的校方 請問你們基本的溝通原則在哪裡 你們的教育 是想要培養出一個怎樣的未來世代 來面對台灣社會的各種問題 是這一箱可以進行 是只要聽威權的聲音就可以了嗎